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我是许贵雅 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到了11月8号 才真的大势底定 白宫换主人确定 拜登打败了川普当选 美国第46位的总统 拜登他其实已经发表 他的慎选演说 拜登怎么说的 他说很重要的就是 要团结美国 同时还有一个 对抗疫情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他是说我们团结美国的这一块 要停止把对手当成敌人看待 其实拜登他是史上 最高票当选的总统 不过川普他其实也是创了纪录 他是史上最高票 但是却是落选的人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媒体 他们不约而同的看法就是 大选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 蛮复杂的讯息在里面 因为撕裂的美国社会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 所谓的团结的这一块 只是没有想到说 川普他连任失利 输了总统大位之后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会不会赔了夫人呢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说法 我们看到的是 英国的每日邮报 他是爆料说 梅兰里亚正在计算 什么时间适合跟川普提离婚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一幕上很恩爱的形象 难道都是假的吗 当拜登他当家 他的对中政策的部分 当然就是众所瞩目的话题了 我们看到的是路透社 他报导说 拜登对中政策会持续的 还是会强硬 路透社他分析是包括说 拜登他曾经骂过习近平什么 骂他是恶霸 恶霸的这一块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他是算是多边主义 联合各国来施压中国 不会少的 只是说做法上面 可能跟川普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中国的学者 也是这样分析 他们说的态度 我们看到这一位 浮出台面的学者 是中国人民大学的 国关学院的教授 石英宏 他的看法是这样 他说美国关系 美中关系可能会有局部的缓解 但是他认为程度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中国学者看拜登 也不一定会给中国一些甜头 为了要防止中国 他趁着美国大选的时机 有这样蠢蠢欲动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日本这一带 有利剑演习 在印度孟加拉湾这边 有马拉巴演习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从今天开启 为四个礼拜 是在高雄左营军区 传出他会教我们这一边的 这个海军陆战队有关 包括突击州 以及快艇渗透的作战课程 不过我们看 国民党一直在炒作什么 他炒作你蔡政府 就是压错宝了 在炒作这个议题 昨天美国总统大选揭晓 拜登胜出之后 小英总统跟副总统赖清德 都借由Twitter来祝贺 拜登还有他的副手贺锦丽 而且小英总统 他是转发拜登在一月的时候 曾经恭贺小英当选的这个推文 来转回去 来恭贺拜登 破除压错宝这样一个操作 不过没有意外 国民党一直听不着 他也听不下去 我们看到林维州又来了 他还在那边说 你这个小英总统 就是跟拜登在那里装熟 不过我们看到 蓝营一边他在炒作压宝这个说法 另外一边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马英九 马前总统 办了一个马席会的五周年研讨会 好你看他们是不是又在压保中国 游过来 这马英九看起来像是一个失败的推销员 他继续在那边推销 卖不出去的九二共识 最好笑的是 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国台办的前主任 王再熙 他写了一个文章来批评国民党什么事情 他说国民党你一手又要提案台美复交 然后你现在又要九二共识 却是说你放弃一个中国 骂他们四个字叫做病得不轻 其实我们目前观察 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对岸在趁着美国政府在改组之前 对于小英总统发起的是另外一波的 两岸路线的新论战 好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知识媒体员王瑞德 桂洋好 大家好 欢迎民党立委庄瑞雄 桂洋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知识媒体员林玉慧 桂洋好 大家平安 欢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 桂洋好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言员余美美 桂洋好 大家好 以及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民党林廷辉 桂洋好 大家好 你要说是洗三温暖也好 要说坐云霄飞车也罢 美国总统大选几经波折之后 虽然川普他目前还没有打算要放弃 但是你看整个大局都已经敌定了 拜登他也发表了他的慎选的谈话 他当选的是第46届的美国总统 我们一起来看 美国大选历经波折 终于大局底定 成功跨越当选门槛的拜登 神采奕奕以小跑步甩棘上台 发表慎选演说 拜登指出自己获得美国史上最高选票 强调其正当性 而疫情当前更要团结 不忘向川粉喊话 彼此不是敌人 拜登主张未来治国将寻求合作 不分党派 还特别感谢非议选民支持 拜登将入主白宫全美各地支持者 齐聚街头狂欢 堵成拉斯维加斯 汽车喇叭 争额欲聋 就金山空拍画面 碗头钻洞 就连纽约帝国大厦 也以红蓝摆三色 象征美国国旗同步庆贺 而拜登的孙女则是po出得知获胜的那一刻 家人紧紧相拥 尖言主播感动落泪 而迎来绚烂烟火之际 拜登也马不停蹄 预计在下周筹组内阁 并以打击疫情为优先考量 预计明年1月20号正式就职 成为史上年纪最长的新任美国队长 暂地新闻 金时会报道 拜登他其实也创了蛮多的记录 比方说是最高票的 还有他是最年长的这个部分 那么其实我们看了 整个大势底定 白宫变天 我先请教瑞德哥 我们再看是 拜登他期待川普之后 他是史上最高票的总统 可是你要知道一个状况 就是落选的人 他也是史上最高票的落选人 这个情况我们就说 美选他的胜负 现在看起来是大势底定 可是可能还有一些裂痕 需要弥补的这一块 怎么看大局还有拜登 他当选之后相关牵动的一些局势 会怎么样变化 没错 那么因为拜登得到了超过7400万票 那么是史上最高的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那这个川普他也得到了7100万票 是史上最多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 不过可惜他还是输给拜登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川普不服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场选举 最可惜的地方在哪一个地方 宁可干干净净的输 我觉得川普跟川粉丝因为一口气 那么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 那密西根州的那6000张票 还记得吗 6000张选票 那么事后证实 明明起川普为 结果你竟然把它计算成这个拜登的 那来回是1万2 为什么 因为川普本来少了6000 那你这边多了6000 那来回其实是少了1万2的这个价势 难道只有这个地方计算错误吗 那在一架上说 竟然有这个相关邮局的人员 据名 如果今天是匿名的话 你可以说 就现在讲讲而已 他据名指控自己的局长 把已经超过这个邮戳 11月3号的邮戳 11月4号 才收到了 应该11月3号的话 他变得有效票 要灌进去 那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呢 当然让川粉跟这个川普呢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作弊嘛 所以我一再在一再在节目中 这个提醒 台湾有些人要提 所谓的不在籍这个投票 对不对 你看看美国就好 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不管是不是作票 我相信大规模的组织性的作票 应该在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现 但你可以发现有些人基于可能是错误 因为错误你看那个 你现在变成有给人乘空的所谓 你六千票 这六千票不是只有万二票的关键而已 在很多摇摆州对不对 这一万两千张票影响就非常大了 然后紧接着来 这边影响这个 那边又影响这个 一票一票 这样加加減減減減減 那人家当然是不服气嘛 然后现在川普阵营正在募集 一亿美元 大概是相当于快28亿左右的台币亚 那么要打官司 这个官司当然会打得非常的漫长 也非常的广就对了 大肆底定是因为现在 那么就现在所开出的票数 那么拜登确实拿到了290张选举人票 超过半数的270张 所以包括台湾 包括蔡英文总统 包括全世界很多国家 70几个国家 现在都致电竞客就对了 那但是呢 这个程序 因为他就认为 川普就认为 我不服气 我认为说 我这样赢 我不可以让你这样子 等于说 把一些票给我做掉就对了 那至于会打到什么样的情况的话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不过 因为这边是七千四百万 这边是七千八万 那个是非常可怕 等于这个国家 他有两边集中 对立的川粉跟拜粉 所以短期之内 你看这个拜登想要 把他拟贫 没那么容易 因为他在选前一个多月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发表一个 不管你是支持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最后还是艺术的 结果我将代表你啦 对 我你讲这个话 有时候会让对方的支持者 那么心里心里没错 那其实台湾人 对不对 会有一种川普情节 台湾也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川粉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原因 不是因为他是川普 而是因为他的态度 台湾人叫中国 叫阿公的起伏 他太累了 为什么呢 各位 人民世界卫生组 今天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 破五千万人了 你知道吗 美国也破了一千万人了 然后呢 这个病毒是谁干的 这个丢业的中国嘛 中国武汉开始的嘛 而且中国武汉 去年的九月的演习的时候 就已经在他们的天河机场 已经直接弄了一个 新型冠状病毒的演练嘛 所以呢 这个东西 虽然他们想摔锅说是美国 美国来打就对了 我问你美国来打 条纲去打 海市去美国嘛 那时候就有一种说法 是阿公 条纲实验室来 研究这个是要害美国 然后影响美国人 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影响到美国的选举 为什么 你说川普在美国的经济 跟美国的股市 那么他表现可欠可点 我们说川普 他表现可欠可点 美国的股市三大股市指数 也是川普带上来的 但是却因为今年1月开始的武汉肺炎病毒 然后在美国造这么大的伤害 因为包括你封城封国等等 那么紧接而来就伤害到美国的经济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一点一点的啃死了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把川普之前的这个支持者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经济上的贡献的 就这样给吞死掉 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害到了美国人 尤其是他最痛恨的川普 那台湾人爱川普为关 因为大部分人对他有好感 是因为他修理老公 修理老公 我们今天 连今天的这个WHA WHO这些所谓的会议 一样 一样不把邀请函 台湾身为观察员的邀请函 一样不寄给你 不邀请你 全世界已经有74个国家 已经有1700多位的政要 包括参议员 众议员 包括太多 包括欧洲600多位的各国的不同国家 24个国家的这个600多位的议员 全部连妹要求 邀请我们 他不理就是不理 不理的后来谭德塞算什么东西 谭德塞什么都不是 问题是他背后代表的是中国 那川普修理他 所以紧接而来 在卖台湾一些过去买不到的武器 所以台湾人是因为这样子喜欢上川普的 至于你去鬼扯什么 到那个什么美国债来协会那边去 K这个等于说债来协会的相关的这个网站 现在证实一大部分都是来自境外的IP 什么意思 我过来啦 那有些是来自于中国的 故意乱乱的 有些是跳板的 你知道吗 一跳刚来来乱的就对了啦 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支持了台湾的川粉 那这些人你们的情绪不要弄错地方 为什么 美国在台湾协会主席现在还是川普所认命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场激情 那么这场激情里面 不过也让我们看到美国式的民主 民主很简单 几两几票 输的 输的不服气 下次再来 就是很简单 下次因为现在拜登年纪大了 他78岁 再过四年82岁 所以大家的研判 他很可能只做一任 他的下一任才是我们大家 他陪在电话 为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的副手贺锦丽 他事实上是比较亲 他的老公就在中国跟中国做生意 然后他是确实是比较左派亲共的 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而贺锦丽未来的可能的对手 也可能包括现在美国 现任的国务卿 蓬佩奥等等 所以四年后的这个选情 也可能又非常的激烈 然后站在台湾的地方很简单 什么人对台湾好 我们对什么人好 但是外交从来没有人在 所以不用在那边 国民党不用在那边操作说 你压错保了压错保 全台湾中华民国压错保 只有一次 在美国大选上 就是蒋介石去压到共和党的杜威 去得罪杜鲁门 杜鲁门后来修理台湾就对了 所以事实上外交没人在这样 带鲁门就对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静观其变 大家庄敬自强 处变不惊 这是共和国民党当时的名言 其实我们不是带鲁门 我们的概念就像瑞德哥讲的 因为谁对台湾好 台湾就对谁好 那个是一个情感的投射 但是我先请教这个委员 我们要看的是 好 我说上台靠机会 但是下台要靠智慧 对吧 要有智慧的去处理 可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川普他现在还是在打 一些这个诉讼说 我没有要投降 我是不投降的 那他现在又针对 比方说邮寄选票这个部分 他有点出一个 他认为可以去主张的东西 他说你这样子邮寄的话 你怎么知道谁是谁呢 你这个身份验证有没有对呢 会不会A投了B的票 或是去帮他盖等等 所以他讲说他很担心的是 他们在比方说大的城市 废城或是底特律 这样的城市里面 总共有超过一亿张的邮寄选票 还开出了这些相关 他觉得选举问题是蛮多的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弃守这一块的战场 可是我们过去经验里面 曾经也有打过 说这个是高尔那时候 他后来还是默默放弃了 那时候拖了大概五个礼拜 他在增值的过程 那时候是有一个关键州 是弗州 可是我们这一次来看 很多观察的分析都这样讲 这一次有太多的摇摆州了 比方说密西根州 威州 或者是乔治亚州 以及这个滨州等等 你都变鬼了 你要开的战场太多了 是不是无力回天 除非发现重大的一个证据 否则我看川普现在来 哪怕他现在是现任 还有一段段的一个时间 难以回天 你说一场选举选下来 这一次拜登 破了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记录 七千四百万票 这吓死人 你去把他看 上次欧巴马那个选票 欧巴马才六千九百多万票 已经说欧巴马创了一个新高 现在连川普虽然他落选 他都创了欧巴马以前的 最高的一个选票 所以川普现在来讲 他心有不甘 那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问题就是说 他们连他们的联邦的 选举委员会的主席 都跳出来讲说 没有发现任何选举 舞弊的一个证据 以美国这样的一个老牌的 一个民主国家 你说这个国家的公务人员 特别选举委员会 特别去为哪一方去做票 这个确实是很难去做一个想象 那只是说程序上 你刚好你该寄谁的选票 你该寄给川普的选票 你把它算到拜登 这个是我们会觉得说 蛮不可思议的 事实很不可能 这是因为我们有寄错了 那所以这个是对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选举的经验 双方互相监票 都已经是太严厉了 甚至每次在选举都有抓鬼大队 在美国那个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不可能说选举 就大家驚驚了 上阳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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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书 没有想到这次这么样的一个激烈 你说川普到最后 他说我到现在还不承认 他甚至去讲说 我绝对拒绝承认 这个拜登这个假总统的一个就职 他怎么连这个假总统都这样讲 这个就是说 有点气急败坏那样的一个感觉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 因为现在几天了 都家礼拜这么硬的 其实川普选这样的一个票 其实也已经很吓人了 不要小看他 虽然落败 但是拿到7100万 这一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你看主流媒体站在哪一个地方 完全没有站在川普这一方 那所以说他一直这样奋战 一直这样奋战 那总算这场选举已经落幕了 也结束了 我为什么说他比较无礼回天的部分说 除非你出现重大的证据 否则我看连现在他们共和党 他们自己的同志 他也不跟 他也不跟你收听 所以像在这种情况之下 毕竟票数开出来以后 以现在这么多的国家 都已经恭贺拜登来当选 然后美国 你看拜登的群众也都走出来 到那么多的地方 在集会的场合里面 大家也是欢欣鼓舞 也就是说双方各有众多的支持者 但是总是只能选出一个 那以现在你官方所宣布出来的 那就是拜登了 那所以你说要打法律战 法律战我相信美国的民众 倒就一定会相信他们的司法 可是以现在来看 司法没有做出逆转的一个裁决之前 你说现在哪怕你川普气急败坏 我看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接下来很多重要的国家 一个一个会去表态 你看欧盟先生那些主要国家 你说该有的贺电应该都到了吧 该有的都有 你看德国第一时间也到了 你说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这些都到 你说中国还没到 中国还没到是 你中国想什么 没人就不知道 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是说 这个就是新的 他们是因为有时差吗 他们大家都不需要鬼 所以我看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要除非真的有出现 非常重大明显的一个证据 让美国的民众认为说 这场选举是有问题的 否则很快会落幕 好因为很奇怪 另外的是中国的贺电 是怎么怕别人的时差 它不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吗 怎么这么样的诡异 我先让美美姐表达 再请自称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是 来 大家在观察说 已经都已经确定了 看到那个票已经270 这个门槛已经过那么多了 好 但是我们先看 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的统计 已经有英国 德国 意大利 爱尔兰 法国 欧盟 加拿大 印度 日本 伊拉克 阿联酋 北约等等等 这一些都已经跟拜登的阵营来道合 但是呢 有整个国家 动作有较慢 比方说中国 俄罗斯 以色列跟沙烏地 阿拉伯 这代表一个相关什么样的遗憾 来 美美姐 我先说 中国当然 我觉得他心里头有点鬼啦 心里有鬼啦 很简单嘛 人是向台 人都在台嘛 大家公认的 如果今天不是武汉肺炎的话 川普应该可以非常轻松的连任 那就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 当然美国控制的不好 那结果有人就说 这次大选是对他疫情控制不好的 一个信任投票嘛 那无论如何 川普的重见弱嘛 这件事情具有绝对绝对关键性的因素 那中国是加害者 你问你现在喜滋滋的 那川普还在打官司耶 虽然官司的形势很艰难 但万一呢 万一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呢 那中国这样不是跟川普 就跟雪上加双了吗 所以他态度上是迟疑的 那我必须要讲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拜登跟川普两个最大不同 是说拜登说每一张选票都要记录 川普说的是 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要记录 什么叫合法的选票 这也就是要在各州提出 尤其一些关键摇摆州 因为差距真的非常的小 提出诉讼出来 那我也必须告诉各位 我们要注意几个时辰 依照美国的制度是这样子 你必须各州12月7号要计票完成 12月8号要选出各州的选举人 然后12月14号选举人团要投票 必须要有人拿到270票 他才能够当选总统 OK 所以现在程序是还没有完的 所以理论上法律的速度是要坏的 那现在川普就这样 因为他指控了很多嘛 包括就说 有些州不让人家就禁监票 有些州人已经死了 已经二三十年的突然死而复生了 好多个嘛 那听说还有一些州不知道 还有投票率超过100%的 对 然后上次投票率比注册多的 这非常奇怪 那这些经得起轻点嘛 那更不要说 在这里面 大家会觉得说 瞬间突然间 那个得票数暴涨都在停止计票 半夜的时候突然暴涨 非常不符合比例 那我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其实川普在6月份的时候 曾经说 有外国政府介入美国选举 要制造假选票 他6月份说过这句话 再来司法部长巴尔 在9月3号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自由时报到来刊登 他在一个专访里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有人在玩火 涉嫌要选举舞弊 然后他说呢 外国政府介入 听好 他说他看情报 中国比俄罗斯威胁更大 是他看完情报的结论 所以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些事情还是必须要去求证 必须要有一些证据 有利的证据 关键的证据出来 那加上关键的证据呢 那老实说 会不会到时候 看起来目前 我觉得川普要翻盘 太艰辛了 可是万一有关键证据呢 你的关键证据 足以动摇 当选的票数 以及这个 在这一周的选举的正当性呢 那 因为 都点名到中国了 对 包括那个说 1000通那电话 怎么怪怪 叫你卖出门的那电话 那我问你 这是不是有证据在做 1000万对 对不对 那甚至于在示威的人群当中 大家看到很多黄皮肤的面孔 看起来是超中国口音的 所以 如果中国在这里面有假设呢 如果 当然这需要证据 那请问一下 中国敢现在大勒勒的吗 不敢 那俄罗斯是另外一个 也被点名的 过去也曾经要介入美国的选举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家伙都被点名出来 所以这两个都没有发 没有发推 也没有发贺 先闭个闲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 是可以理解的 那所以就说 至少在这边 我认为 因为川普好像说 这一周开始要诉讼周 前途多艰辛 但是诉讼还在进行 那我最后再说一次 最后还是四个字 要有关键证据 足以动摇选情 那什么叫关键证据呢 你必须要提得出来 而且必须要最高法院来认定 好 来 志胜老师 我们回头再讲说 为什么中国还没发贺电 那美美姐刚刚讲说 就是有鬼吗 这个论点 你是不是进一步的来论述 有鬼是有可能 大概中国不发贺电的状况 其中之一原因可能 他可能想了很多 也去思考了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 担心外界直接挂钩 栓起来之前就跟你说 你市政兵跟拜登多好读多好 结果一选完你立刻发 那当然会 当然对 被人是好像 可是有人开第一枪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国家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爱尔兰 法国 他总该差不多跟上了吧 所以这只是一个考量而已 另外一个考量 胡锡进好久不见了 真的 胡锡进今天在环球时报 讲了一段话叫做 他说不要刺激川普 这个考量 因为他还没卸任 应该这样讲 就算你今天拜登确定当选了 那川普还在法力诉讼的过程当中 你想这个川普他一方面进行法律诉讼 做最后的这样的努力 二方面他如果真的心情不好 要找出气筒 找谁出气 谁害我本来一定当选 结果变成现在这个落选边缘的状态 管你把南海岛礁给他 他有猜出气筒 12月14号选举人团出来之前 对 他炸个南海岛礁 都刚好而已 对都刚好而已 所以这叫什么 他们担心 我本来讲说川普最后的疯狂 你要担心这两个月里面 我像中国很担心 他这时候能够不要去刺激川普 就不要去刺激 除非大家都确定了 百分之百确定了 12月14号 他才来做这件事情 反正讲白点言 他根本带都那么好 他今天祝贺你跟12月14号 12月14号祝贺你 跟1月20号祝贺你 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如果刺激到川普 如果抓公就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是中国念之在之的 跟俄罗斯不太一样 俄罗斯是因为什么 俄罗斯要北韩也都没有发 俄罗斯跟北韩没有发 因为他们跟川普真的比较要好 他们当然希望 这个时候能够继续撑下去 看能不能川普有机会翻盘 不然之后如果拜登上来 你想想看拜登上来 北韩的情况 俄罗斯的情况 还有可能像过去四年 这样子和缓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状况是必然 但是很简单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在做自己的利益盘算 那中国也不例外 这个盘算里面 廷辉老师你也认同 这样的观点吗 比方说川普真的 赢起来最后的疯狂 可能做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有可能 如果他能够连任的话 当然他可能可以 跟他慢慢的去谈这事情 那今天他没有办法连任 今天这个局势变成这样子 他走这个所谓的法律诉讼 也是他所谓的 美国的民主政体的一环 就是说让这个候选人本身来讲 可以寻求所谓的 法律上的救济 这本来就是一个 民主政体的表现 那中共现在 刚刚这个资深有提到 胡锡进这些都比较 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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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因为上面下令了嘛 就不要刺激川普嘛 你如果刺激川普的话 真的川普给你 最后来这一招的话 那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是 这个时候最危险 川普没办法 因为他一定要找一个出气口嘛 你看他最近在打小白球 然后被叫回去的 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他要出气嘛 他要发现他的情绪嘛 他才会打小白球嘛 一般的人可能抽个烟 或怎么样就结束了 那今天搞不好 中国你太过嚣张的话 的确他有可能会 在这个地方动一些手脚 我们看到美军都还在 这个亚太这个地区寻访了 不是说美军就 因为美国选举 然后撤回到美国去 没有这回事 在亚太地区还是持续的布局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好 因为很有趣的是 胡锡进不见了 可是环球时报的社评 他是这样讲的 我请教这个小芳姐 环球时报社评 对中美关系 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但是也不要放弃努力 这个标题讲说 不要有太多幻想 因为大家觉得说 拜登你就是跟老共事 关系较好的嘛 然后川普一向 他这个反中的力道 印到我们想 居然可以这样子的重拳 所以当环球时报 讲了这样的话 代表什么样的遗憾 其实我觉得对于川普 他现在目前来讲 他的情绪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对于台湾人 我们之所以这么支持川普 我想这个是我们台湾 过去两年多来 川普对于台湾 让台湾在国际上面 能够被看到 那对于台湾的军售 让我们台湾 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自信 我觉得这个互动关系 绝对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但今天川普 在台湾得到了 很大的一个支持 可是呢 他在美国的内部 的确也是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冲突 像包括说 他对于媒体 特别是主流媒体 他常常对于主流媒体 在访问的时候 不假词色 所以他跟主流媒体的 这个剑拔弩张的关系 这个也是造成 他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没有办法得到主流媒体 对他有任何 这个善意一点的报道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当然疫情的问题 因为疫情 以今天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今天这武汉肺炎的疫情 已经超过5000多例 今天美国是超过 5000多万 对 今天美国是超过 1000多万 对 1000多万 1000是超过10万例 所以美国的疫情 尽管川普一直告诉我们说 那是因为他们的PCR做的很多 然后但是呢 美国因为大家都不戴口罩 所以这疫情 其实是重创川普选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我觉得如果时光我们抽离 我们从未来历史的一个大脉络 来看川普 川普在美国的历史上 或者在全球的一个国际战略历史上 他绝对会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因为他是改变世界局势 他是做了一个在企业管理当中 破坏性的创新 他是那个破坏者 我们或许 因为这短短的四年来 他对于中国整个态度的转变 是在他这个任期当中的 大概第二年到第三年 所以他对中国破坏了以后 那个创新的格局 事实上我们还没看到 但那个破坏 他破坏了以后 完全世界必须要重新转变 依照川普他对于中国 他所做的 包括说这个关税 关税可以说是留给未来 这个在拜登以后 要跟这个中国谈判那个筹码 这个让中国也动弹不得 中国现在对拜登 他也没有办法 就认为说 拜登一定跟中国是好朋友 那就算是要免除关税 拜登也绝对不敢这样子讲 所以就无形当中 就给拜登的这个民主党的政府 也套上了非常多的一个枷锁 所以我觉得他破坏性的创新 川普已经造成了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大破坏 对于中国的一个大破坏 未来是不是能够创新 我觉得这就要看最重要的是 美国的这个政治 那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美国人的参计 我们台湾人很快投入了 我们真的是非常关心 我个人 我一上我爸上都知道 我个人也是非常 我上个 我跟你讲 在上个礼拜 我从来不晓得 我自己对于美国的地图 可以背得这么好 我一时之间 五十周我都可以默写 这个是因为 我们对于川普的关心 川普没有胜选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跟我一样 都觉得相当的难过 但不要忘记 我们没有投票款 这是美国人的参计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相信他们的民主制度 他们的司法制度 绝对会比我们台湾的司法制度 更值得信赖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 我们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是守卫台湾的利益 什么是台湾的利益 就是在美中局势当中 我们站美国这边 不要站到中国那边去 这个就是所谓台湾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利益之下 要看清楚所有的国际局势 这是我们目前台湾人应该做的 好 看清楚所有的国际局势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 环球时报社评 讲说对美中关系 你也不要有太多太多的幻想 接着我们稍后要来看的是 路透社他就讲了 中国你如果打这样的如意算盘 觉得拜登会对你比较好 你可能会失望 因为拜登他抗中的态度 他们认为说会比川普更加强硬 只是手法可能会不一样 而且也翻出来 曾经拜登他骂习近平什么 你这个奥巴 这样怎么样看相关的局势 继续的演变 当拜登当家之后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他对中政策究竟是会如何 其实各方的分析都出来 我们先看这个路透社 我请教瑞德哥 好 路透社说什么呢 拜登曾经骂习近平是 对中共绝对是不会软弱的 进一步看到是 他曾经在对北京立场的部分 他认为说 拜登他可能会更强硬 只是方式有一点不同而已 拜登对中国的批评 有时候甚至比川普还要更多 他也曾经称过习近平是恶霸 而且他讲说我们要领导国际组织 包括我们可以透过施压的方式 或者是孤立的方式 惩罚的方式来对付中国 拜登将新疆问题 很多人讲这个人权问题 可是他把它定调 这四个字是蛮重的 叫做种族的灭绝 好 许多迹象都表明说 拜登上任之后会更注意 这些相关的措辞 但是跟中国战略竞争上面 可能不是像川普那样子的 直接对抗 可是他拥有的手段 可能还蛮多的 来请教瑞德哥 事实上你们要发现 那么全世界有三个国家 刚刚已经讲到 有三个国家都点点 都不太刺激 第一个当然是中国 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大甘买川普大甘买买买买买买 对吧 美国连美国帝国主义都骂出来了 现在都点点都不敢讲 为什么呢 因为怕有个插枪走火 明年1月20号以前 川普还是美国总统 他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所有的一切的 包括经济跟军事上的影响力 那么如果 那么把川普惹毛了 你忘了吗 在上个礼拜 他非常解放军的相关的 等于说媒体 突然间发表出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突然间站出来 喜吱吱的 喜不自声的说 美国国防部长 跟我们高层通过电话了 在电话里面说 不会用死神无人军 去炸倒礁了 你知道他多高兴啊 我问你 如果川普真的用这个 他没有用无人机 他用有人机去炸的话 怎么办 他只说没有用无人机 他没有说不用飞弹 也没有说不用有人机 他炸这个南海的岛礁 刚好而已 为什么 因为你是违反国际法 把这些岛礁 不属于你的岛礁 全部扩大成为一个岛屿 现在变成南海最大 就是这个样子 他炸 那么美军在炸这个东西 本来就有预测 川普有可能这样做 那俄罗斯的话 现在更离谱了 美国这边算机算成这样 对不对 算成两边这样子 剑拔弩张 俄罗斯竟然说 传出来说 普丁可能有阿兹海默症第三期 然后可能要退休 我的天啊 不是战斗民族 好棒棒 对不对 那么冰天雪地 突然间就这个时候 他在散 他想尽办法散 因为里面包括拜登在内 都要把俄罗斯改列为第一的药犯 第一个对质的一个对付的对象 然后北韩金小胖 最沉得住气 点点就是点点 不爱说就是不爱说 你知道吗 因为他虽然讨厌川普 可是川普至少有一个 无法预测的可预测性 你知道吗 我至少知道他是怎样 我有什么意思 我无法预测他 但是我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 但拜登呢 好各位 不要对拜登心存太多的幻想 我告诉各位 第一件事情 他在军事上 不会再这么支持我们 第二件事情 他不会再卖台湾 泰国所谓攻击性的防御武器 虽然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国际现实 拜登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已经直接挑明的跟你讲了 他未来在美国的国防预算上面 将会有所精简 那么本来美国的相关的海星司令呢 那么想要再多盖 大概多舰500艘的这个舰艇 他很可能做调整 挺简单 另外在一些所谓全球美军 他说清楚 他不要派很多的美军 在世界各地这样驻扎 你知道吗 要用各式各样的 包括无人机 还是用各种方式 武器来取而代之 所以事实上 他在军费的对峙上面 他想要用所谓的外交获悬 当然 现在欧盟里面有一个国家 很欢迎的 叫做德国 德国总理 每一刻因为近前跟川普完结 所以川普还把几千位的美军 驻德国 因为这样移到波澜去 那么跟他们处的不是很好 然后另外川普又要求 包括日本跟韩国这些 驻美军的相关的国家 要把这个军费的 这个等于说 出了更多的军费 所以川普的这个强势的作为 确实弄得中国 那么其他人就对了 可是拜登会改变 拜登改变 当然他的前提 他还必须站在美国第一辆 你不要忘记 美国本来 视为第一威胁的是中国 俄罗斯虽然还是很大 俄罗斯唯一的 这个航空母舰 自己维修的时候都出包 开不出来 现在真正围坏 这个整个全世界跟美国 围急他们最危险的 其实是中国 但是拜登就调整了 拜登把第一顺位 又重新回到了俄罗斯的身上 第二位才是中国 所以就算是拜登 曾经说过 尊重台湾人的前途决定 对不对 然后台湾人民可以决定自己 才应该是决定自己的 这些话是他当参议员的时候 讲的一些话 然后当了参议员 当了副总统 现在又当了总统 他是不是还会这样做 不过我个人认为说 因为现在美国是 两边是非常的剑拔弩张 所以短期之内 拜登不至于有太大太大的影响 各位放心 各位台湾民众 台湾人放心 川普不让我们十项军售 一项都不会少 国务院批的 然后美国国会批的 一项都不会少 不用担心说 这些军售给台湾的东西 会不会到时候都不算数 全部都灰灰的 灰灰的顶来 没有那种事情 但是也不要对拜登有过多幻想 因为我们其实都还在观察说 拜登他到底对中政策会是怎么样 比方他在辩论会上 他不是讲说 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 但是中国他视为什么 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可是我们刚刚又讲到说 路透社分析说 他骂过习近平是恶霸 那显然我们要好好的观察说 他接下来 他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对台湾的关系又会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我先请教廷辉老师 我们在讲说 好啦 那个你怎么压错保这些问题 是有国民党在操作 可是有一件事情 铁针针的 他用什么样的团队 跟我们有没有交情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看 他可能上任的这些团队 不乏是有台派的人士 比方这一位布林肯 他是拜登的外交顾问 在欧巴马时代的时候 他是副国务卿 他其实跟台湾有一些往来跟交往 另外我们看到 可能是国务卿热门的人选里面 有一些他们其实 对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 或者种族言论 其实也有一些冲突过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 相关这一些有意要争取的人士 跟台湾的交往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知道如果组织发生一些问题的话 或者是像川普这种消效 或是怎么样 那拜登来讲的话 就是老灰 好像老人痴呆症的这种概念 没关系 因为美国的政治方面 他的外交幕僚 国防幕僚 才是重点 国外幕僚才是重点 所以这个外交幕僚 跟国外幕僚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不要害怕 因为为什么美国民主党在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搞了很多东西 就是现在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点点不敢说的原因 第一个他2011年搞一个所谓的阿拉伯之村 搞得人家烧地阿拉伯那个什么叶门 埃及利比亚图尼西亚的政权全部垮台 然后2013年的时候搞乌克兰 乌克兰当时亲俄的政权垮台 2014年的时候香港雨伞革命 背后也有美国在支持 当然2014年的太阳花旋运的时候 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派了一些人到台湾来观察 所以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说 对于所谓的民主的推动来讲的话 共和党跟民主党 这两党其实是百parties 而这两党的幕僚 决策幕僚 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 那我们再来看 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接下来会邀请哪些幕僚 担任他的最重要的外交 或者是国安方面的幕僚 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所谓的布林肯 布林肯其实最重要 因为当时在希拉蕊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他就是副国务卿 而当时小英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2015年到小英到美国访问 就见到所谓的布林肯 就在国务院里面 而我们没有任何交代 他这个人直接在我们的会议室上面 摆上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国旗 这个我们不用交代 他自己主张自己去做的事情 这是布林肯 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苏珊·雷斯 苏珊·雷斯就是现在 中共的外交部的那个赵立坚 在男外交在推特上面 跟苏珊·雷斯在对骂的这一个 也就是说他是担任过 奥巴马的国安会的这个顾问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个绝对对中国不会有什么好感的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到这个梅德洛斯 梅德洛斯当时是什么 是奥巴马时代的这个国务国安会 这张照片是我照的 因为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 马英九本来要授勋给他 这个圈圈框起来的这一个 当时他就到台湾来 叫马英九不要到太平岛去 因为这无异于区域的安全稳定 但是马英九起来就行 因为他从马习惠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很想到太平岛去 就帮忙习近平宣誓主权 主国的主号 主权的主宗的主 而不是那个主权的主号 那这个就是梅德洛斯 他非常年轻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到台湾来的时候 当时虽然先离开了奥巴马政府 但是是未来有可能 比如说希拉蕊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安幕僚 国安顾问 那我相信他接下来也可能会 会是重要的国安幕僚 国安顾问 他的中文叫做麦艾文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希拉蕊的得力助手 叫Kirk Campbell 这个人呢 他是专门写这个所谓的 重返亚太的一个政策制定者 当时他在书中写得很清楚 他说希拉蕊找他去的时候 奥巴马找他去的时候 问他说 接下来我们美国不再处理 比较重视中东问题 我们想要把它转到亚太地区 希望你能够来帮忙 所以他就开始什么 美国就开始执行 所谓的重返亚太 而现在的川普的印太战略 亚太的一个所谓的精进版 就把印度再拉进来 所以换句话讲什么意思 这个对外交往策略 也就是说外交策略 或者是有关于执行印太战略来讲的话 都是摆爬底绳 都是所谓的跨越党派的 那这些幕僚呢 基本上在这几年当中 也跟台湾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我刚刚提到那些图的概念 就是说其实国民党错了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从来不知道说 民进党跟对美外交 对共和党对民主党 是什么去经营的 萧美琴其实在他的脸书上 写得非常清楚 有些细节不方便讲 这是细节之一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当然不能对外去公告 但是其实台湾民众可以很放心的 在台湾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叫押保共和党 押保民主党 这两党我们都是经营的 而且国民党竟然在期待说 来如果说是抗中的这样子一个思想 是不是随着川普会退潮 他们还在期望说和平解决争端 说这样子才有空间 感觉上又是搞错方向了 另外休息一下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长期来讲 可能中国还是不好过 可是短期来讲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可能会比较缓和一下 maybe他们还可以喘一口气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再讲美中关系 一定要看的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 我们看到今天美国 他一天 刚刚有讲 他已经一天破十万个个案 在增长当中 而且在今天 他也突破千万例了 这个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要怪什么 当然是要怪中国 所以我们在讲说 拜登入主白宫之后 他到底美中关系怎么样 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幕僚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但是在今年的整个局势底下 你看美中关系还回得去吗 困难 为什么说困难 你说按照美国的立场的话 现在很多国家 不是只有台湾 大家现在的国民党在那边预测 你压错包 我告诉各位 在美国这四年里面 跟川普同盟 也就是跟美国同盟的 几乎他们都建立很好的关系 那个关系只要耕耘的越深 或者说大应川普 大应的越多 这一些过去四年跟美国很好的 他要重新都要再确认 这不是台湾唯一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说 好了 现在拜登上来了 你说这个美国的政策 基于他的国家利益 所做出来的回得去吗 困难 这一次冲击最大可能在哪里 就是亚洲地区 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那到底川普或者说美国 要不要重返亚洲 他如果真的要重返亚洲的话 那我都要请问 担心的人 我就想请问他 你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 共同防疫协约 到底还算不算数 美日安保条算不算数 美国就跑到印度说 我们印太策略 我们要继续往前再推进 难道拜登上来说 那个不要了 印太我不要了 美韩我不要了 或者我其他都要 就我台湾不要 他就没在笑 他要把整个第一岛链 给建立起来的话 这个是很紧密 很非常完整的 而且最主要 也不能只站在美国的立场 中国的立场 他在想些什么 我现在常常在 看人家讨论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一点 就是说 你也要想法 习近平现在想什么 习近平的想法就很简单 他就我的国力如果比你强 我的军力如果比你美国还要强的话 哪有什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从来都是美国问题 还有我国力强 我军力强的时候 我都好解决 现在就是美国的国力 中国的国力跟军力 我给你美国比 我都差你担保了 所以每次我就跟你 我做拍做拍 可是呢 到最后都保持一种僵持的一个状态 他很凶 可是到最后为什么会僵持 稍微退让 因为美国比他强 所以美国是这个 拜登上来以后 你说原来对亚洲地区 所建立的这些关系 跟策略或者条约 你说重新再回去 不太可能了 小芳姐补充 因为刚才我补充 亭辉所讲的 那个Rice 就是很可能会当 美国的国务卿 下一任的国务卿 他刚才讲说 跟赵立坚吵架 他是怎么骂赵立坚的 他说赵立坚是不学无术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们俩是在推特上面 你少讲了可耻的 总书主义者 他们两个是吵得不可开交 那如果这样的人 当美国国务卿 你觉得美中的关系 还会有多么和缓 另外刚刚讲到布林肯 布林肯他很可能 未来是美国的 国家安全顾问 那他就讲过了 他说未来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应该是美国要去拉大 他跟盟邦之间的结合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策略 是要削弱中国 如果这是美国的一个策略的话 削弱中国可能也就是 未来的美国的国策 那很可能会担任 未来美国的国防部长的 他叫做弗洛诺伊 那他就说过 他说美国应该要去发展 他们的一个国防 要发展什么 是要让中国跟不上的一个国防 而这个国防最主要的 是要让中国不敢用武力 进犯台湾 这个也是美国的国策之一 所以从上面这三个 如果他们三位都进入了 民主党新的这个内阁的话 我觉得这个美台的关系 未来可能变化还相对有限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也就是因为川普抗中 是有目共睹 他出的是重拳 那拜登出手 真的会比较软吗 刚刚我们已经看了 好几个学者他的分析 不分国界 共同的看法 就是拜登他对中国 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不过国民党 似乎现在是暗爽在心头 他们一直在炒作说 蔡政府你就是压错宝了 当前的台美关系的进展 显然呢 他们都在吃草非常的失位 而他们压的到底是什么宝呢 在这样的时间点 马席会的五周年研讨会登场了 马英九依旧 他还是老调重谈九二共事 不过这一场研讨会 将启程缺席